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总统拜登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增税计划 提议将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至39.6% 白宫官员29号表示 新税率将在2022年起征 并强调拜登对美国人民的承诺是 99%的纳税人都不会被加税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拜登上任百日之际首次到国会发表联系演说 他首先强调美国正处于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并宣扬百日之内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果 包括普及推广新冠疫苗 推动国会通过防疫纾困案 为民众及企业发放补助等 除了宣传政绩 他也重申实施基建法案 增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 同时也宣布将推出一项总值18000亿美元的新方案 主要在教育、医保、育儿等方面为民众提供福利 为了资助他的一系列政策 拜登表明必须征收富豪税及大企业税 拜登本次讲话时长约为一个小时 受疫情影响 出席这场演说的人数仅为以往的八分之一 另外 拜登在联系演说中还强调 美国面对新冠疫情正在转危危机 化险为夷 将挫折化为力量 重新前进 自他上任以来 美国已达成接种2.2亿剂新冠疫苗 他也呼吁全民尽快接种疫苗 拜登表示 政府开放了近4万家药房和超过700个社区卫生中心 作为疫苗接种站 当局也建立社区疫苗接种站点 利用移动设备到偏远的社区 展开接种工作 年长患者病故人数自1月份以来 已大幅下降了80% 目前美国有一半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他强调抗疫人有慢慢长路 还不能掉以轻心 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的首次联系会议演说中 还谈及了外交领域 对于美中关系 拜登表示 美国欢迎与中国竞争 而不是寻求冲突 拜登又表示 美国将加强应对国有企业补贴 窃取美国技术及知识产权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拜登强调将会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军事影响力 就像美国为北约在欧洲所做的一样 在谈到美俄关系时 拜登表示 美国并不寻求美俄冲突升级 但会对俄罗斯的行动采取回击 不过拜登又指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 愿意与俄罗斯在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佩洛西握手 互碰手肘打招呼 拜登在致辞一开始 向站在他身后的两位女士致意 他特意表示 从来没有总统说过这样的话 而现在是时候 另外 受疫情影响 出席这场演说的人数 限制在200人左右 人与人之间都要保持适当距离 并一直佩戴口罩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在有枪击案发生 周三在北卡莱罗纳州一栋民宅附近 一名嫌犯在与警员对峙长达13个小时后 最终造成包括两名警员在内共5人死亡 据信嫌犯也已自杀身亡 警方表示 周三上午9点44分左右 由于一位房主和其家人为出勤上班 也未接电话 两名警员被派往一处住宅 警方抵达后便遭到枪击 其中一人送医后死亡 另一人当场死亡 随后大约15个执法机构的官员 包围了涉事住宅 对附近的人进行疏散 在经过持续一天的对峙后 直至周三晚 警方称 涉嫌杀害两名警官的人 也涉嫌杀害了住宅内的两名平民 据报道 三名平民死者是嫌犯和嫌犯的父母 警方表示 嫌犯的作案动机不明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根据纽约市警周四的消息 周三曼哈顿又发生了两起亚裔被袭击的事件 其中一名受害者受伤 另一名受害人则遭到了种族歧视言论 警方表示周三傍晚6点左右 一名47岁的亚裔女性在地铁站候车时 遭到一名男子挥拳击中脸部 受害人其后马上逃离 但手上和腿上都留下了刮痕和欲亲 同一天深夜 另一名41岁的亚裔女性投诉邻居深夜扰名 在警方上门干涉离开后 邻居男子用侮辱性语言威胁受害者 该名亚裔女性随后报警称 自己受到反亚裔威胁 目前纽约市警仇恨犯罪专案组 正在对这两起案件进行调查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表示 预计纽约市将从7月1号起全面重开 这将意味着餐馆、健身房、商店、发廊和体育馆 将以最大客容量开放 与此同时 小型剧院可以在夏季重开 百老汇剧院有望在9月份开放 学校将在秋季全面恢复 这将是自去年3月 纽约市因疫情陷入封锁以来的 首次全面开放 纽约市数据显示 截至周三 纽约市接种了逾600万剂新冠疫苗 全市约36%的成年人 已完全接种了疫苗 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而纽约州长库默则对市长的这一预测 表示谨慎乐观 库默指出 重开进程取决于疫情状况 现有数据还不足以做出任何大胆预测 并重申 州长对解除全州范围内的任何限制 有最终决定权 在邮轮业不断的呼吁之下 疾控中心周四表示 邮轮业可以在7月中旬 恢复在美国水域的客运业务 但前提是95%的乘客和98%的船员 都已接种了新冠疫苗 此外 疾控中心还放宽了一些先前对检测和隔离的要求 已符合该机构有关接种疫苗的指南 邮轮业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和疾控中心 为该行业恢复运营提供详细的指南 疫情期间的停运 使大型邮轮公司损失惨重 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报告称 第一季度净亏损11亿美元 周四该公司表示 预计阿拉斯加航线将于5月至9月期间恢复 不过业界专家表示 劳动力短缺 可能使邮轮业面临不小的挑战 大约15%的邮轮工作人员来自印度 而该国现在正面临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劳工部周四报告称 上周美国首次申请事业救济的人数 比前一周减少1.3万人 降至55.3万人 这是自去年3月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 也是疫情正在从衰退中复苏的优异迹迹象 但该数字仍高于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52.8万人 依旧远高于疫情爆发之前每周平均22.5万人的水平 另外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为366万人 而在领取某种形式的失业救济的总人数维持在1660万人的高位 经济学家预计随着企业逐步恢复正常产能 失业救济申请数量将进一步下降 这将在未来几个月提振就业增长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每周进行订阅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